天火三玄变 琉璃变 提升实力的秘方 就让本宗来试试 你这三年长进了多少 今日不管你有多少手段 本宗都会让你后悔再次回来 你的速度的确极快 可惜只对斗魂有用 对本宗去的因子那是这样的 双翼叠加 你现在还敢说没用吗 速度还行 可惜力道差点 把旗 这一招你三年前就用 招式相同又如何 照样让你报仇 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好得很 自从我进入斗宗以来 你是第一个在我身上留下权盈的人 自从我身上留下权盈的人 你能够打到这番地位 本宗今日便让你坚持 是一件最真正的道宗强者 这个家伙早就有他说过 只要拖住荫山便好 他的势力 我在内远大城的苏牵之下 恐怕 我有采灵力与这疲惫 这便是你的仪仗 那你今日可怕要失望吗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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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 在斗宗强者面前 一切手段都是无用的 找死 我的学生 岂容你一个小小斗宗弃 是小眼体内的 那个灵魂体 宗主 那是宗主 祖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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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谁 你真的要干净杀绝吗 当年我就察觉到 这家伙的力量很古怪 若是当年 本尊只叙一句话 你这云兰宗便得在斗气大陆除名 本尊 面前这个老家伙 竟然是名斗尊 不管你当年有多强悍 自会有人来对付你 区区一句灵魂体 也敢如此嚣张 你既陷了身 那今日就陪硝烟流陷了 凭你吗 凭我或许不行 不过 有人等你许久了 嗯 这 这是什么 宗强何时隐藏了这个不唯一的东西啊 宗强 这不气息 是之前那家伙 他果然藏匿在宗强内 和老师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误忽烦 此人便交给你了 好 edy师兄 没想到 你还真心想笑诚能带啊 当年你只要心头雅后 为了杀你 我魂殿可费了不少心思 一群老鼠般的怪物 当年你们驻寒风的畜生对我出手 这债 我们今日也好好算算 哦 你拥有肉体 当护法过去还剧你分分 可你如今真不一样 对付灵魂体 我魂殿有的是手段 云兰宗果然藏有魂殿强者 这家伙很强 即便是我出手也很难击杀他 小言 我不能分尸方面的 一切小心 老是全心对付那家伙 云扇由我来对付 勿护法 那药臣便交给你了 您可别把这小子给弄死了 他们宵家 还有我们魂殿需要的东西 放心 我会留他一口气 难道 魂殿的目标 是那块妥舍古地狱 他们抓父亲 也是因为这个 把你钱拿回去 想必定能让殿主大器 是 我倒要看看 现在还有谁能帮你 我更好 女人 我 人 非常成熟 刀 更快 没有 别 难怪当年你能逃脱魂殿的追捕 原来是靠一火 你魂殿对灵魂体的克制手段对我没用 拿出真正的实力来吧 不然 这云蓝宗宇便是你葬身之所 请你一个灵魂体想要杀我 杀我弄他 翻断魂殿 这老家伙古神厉害 难怪魂殿出动了三位后法 还是被他给逃掉了 不过还倒是那几个家伙话不真 没想到 竟然还真棘手 云神 速速解决萧颜 本来想细刷你一番 可惜情况不允许了 那就一招解决了你吧 得赶紧把这小子解决了 不然 等他老家伙腾出手来 那可不妙 凶刹盐 双羹 双羹 没想到本宗还是小看了你 先前那道斗技 阶别不低吧 所需要的斗技也极为庞大 现在你还能再施展几次 是不多 但足够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众生 是吗 你那道斗技威力确实不可小觑 不过凭这就想击败本宗 可怕是痴人说梦 斗宗的实力果然不凡 依我如今的实力 施展开山因并不传说 想要一举将他击败难度太大 老师虽然隐隐占据上方 但他终究是灵魂体 无法与斗宗抢着持久抗衡 只要偷到海老他们腾出手来 拼了 凶死吧 凶死吧 凶死 凶死 好 来 笨话 狐狸联系火 这梅阶这里藏了一缕古灵轮火 大战士若有魂殿之人 我恐怕无暇分身顾你 就当作防备吧 多谢老师 该死 你又要来这招 休想 让你 三年前的恩怨 便在今世了结吧 去吧 放我怒火莲 我怒火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没事吧 不知道萧嫣怎么样了 原以为我已经高看他了 谁料这家伙还藏了实力 岂能与斗宗强者相战 要超越他只怕是不可能了 那家伙在火浪里恐怕自己都逃不掉 小眼 你究竟创造了一种何等可怕的斗机啊 这小子怎么会有如此强悍的斗机 老家伙 没了身体还能这么顽强 不愧是文明大陆的要尊者呀 凭你想夺老夫的灵魂 没那么容易 是吗 你还真当本护法好对付 竟然将你牵纳回魂殿 变住对你的灵魂 可是岂敢信举的 魂殿那些对付灵魂的办法 确实对我十分不利 那是宗主和萧嫣 那萧嫣不过窦王跌风使力 只怕已经断气了吧 萧嫣 是萧嫣 云山 萧嫣老贼 我当年说过 一定会后悔 将我苟延残产地逃走 这笔债子 萧嫣尽了三年 今日 我尽数不还 让你跑 这是一拳 是替我护士打的 这是替我死去的小将独烈打的 这是为你害我大哥 他突然打的 这是为你害我二哥 消灭将尽打的 小炎 小炎 打下去 小炎 打下去 责战胜负就在这一拳之间了 小炎不会让人失望的 小家的血债 必须有人来偿还 小炎赢了 老师 我真够了 你也太疯狂了 这身伤 怕是要养好久才能康复了 快 把那家伙的尸体收走 动纵强者的骨骸 好 药臣 你速度太慢了 臭死 谁者 要死还说不定呢 忠王 本无法说过 今日无论如何 也要将药臣秦为温烈 九三百世魂 不好 这事 怎么回事 没个家伙 好像正在吞噬云山的灵魂 魂殿果然心狠手辣 行事不择手段 竟然强行吞噬斗宗的灵魂 今日之事 只怕布末煽了 不能让他顺利吞噬 药臣 丹廷秦 可还破不了我魂殿力吗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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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云山已逝了 这云南中 也失去福祉的必要了 是时候收回一些东西了 这次怎么回事啊 快救手 走 小可 叫他们的灵魂 放过来 读时亮丽 明云尔祖所有的 直视上 是神浪七律 劫阵 风铃分行剑 鸳燃 你怎么在这时出关 不闭关 听到这边有打斗动静 所以突破生死门后 就立刻赶来了 老师 发生什么事了 燕燃 鸳燃精 怕失落完了 怎么会这样 是你 萧颜 燕燃 你师祖一时糊涂 对萧家做了错事 鸳燃宗的敌人不是萧炎 而是他 他才是一切罪业的源头 我事后再与你说 现在 我必须为老师和长老们报仇 燕燃 帮我掌控阵势 走 就都回去 或许 这 他是你 那 帮我 那 就 我 你 和我 凭这破阵就想对付本护法 只想麻烦了 那家伙封锁了这片空间 该死 去吧 凭人的苍蝇 方天机 陨上 不 不 说是云南宗败了 就算我斗气尚未恢复 也只能强行参战了 到时 并为雷德老师飞身来护我 那家伙吞噬了太多强制的灵魂 现在实力已大到巅峰了 就算今日我们所有人联手 恐怕 不管怎样 我都不会让老师落入魂殿手中 尽力而为 能教的 我都交给了你 其余的 便只能靠你自己了 老师 你 走 今日这一劫 我云南宗只怕是逃不过去了 你们二人谁都逃不掉 药臣的灵魂我要 这肖家之人我也要 这家伙之前的势力 就和老师不相上下 如今他吞噬大量灵魂红 更是战力爆炸 和他拼呢 这里交给我来吧 你是谁 就去海坡东那边 老师 放心 即便他实力大涨 可想要杀我也不容易 老师 放开我 放开我 你老师的用心你还不明白吗 难道你想辜负他不成 老师 班护法说过 今日你和他 谁都跑不掉 想动他 你的心收入我才行 可惜 想要老夫的灵魂 不付出代价 恐怕 还真没可能 代价 本护法已经付出了 现在到你卸上灵魂的时候了 我 小颜 别请去武斗 这刀鱼死网破的时候 拼死 我也要再用一次 扶我弄火脸 绝不能让他回了老师 大不了拼了这条命 你 说不定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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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别去贴乱 不愧是万民打了我的药材 一举灵魂几都这么两肯 不过这样的战斗 你还能坚持多久 老风也不信你这状态 能一直持续下去 我大爷傻 有个瘦道前来的软世子 却要找你这个呆死的家伙 放过一把 滚开 小子 快快将你小姐的东西揪出来 本无法还能让你死得痛快点 你是谁 他的命 是我的 美杜莎女王 她 她还在萧炎身边 她竟已突破那一线之鹤了 还好她及时出手 美杜莎女王 我听过这个名字 不过凤雀阁下 不要管我魂殿之事 否则大祸临头时 可是晚了 她的命是我的 在我收取之前 人 谁都不能动 哼 吵死 不用担心 又没毒杀在 老师 快 拜托你一件事 想要我出手 保护你那位老师 你若能做到 我这条命 交给你也无妨 难 这人实力太强 我也带她的对手 复古之躯 老夫今日 定要将你抹杀 丧天飞船 若是要护你 便无法翻身 去护你老师 那 那你与老师联手呢 你老师已受伤了 和我联手 也难与此人抗亥 若是被此人抓住破绽 再次出手齐命 那便无人能抵挡她了 你不用管我 快去帮老师 她快支撑不住了 那便无人抵挡她 行吗 就照样说 多谢了 这份情 小颜景性 本王和你可没什么情 不过是为了复魂丹罢了 滚远点 别让我们分析 啊 这两人实力都是不弱 看来只能用内招了 可惜啊 道宗强者的灵魂可不是那么好找的 好 老师 老师 可惜啊 不好 还有一步都有增轻的灵魂 快阻止它 森林万象 魂之葬礼 什么事 所有人待在原地 不要乱动 怎么想 这可是有什么 此人引爆云山灵魂 不会就造个黑幕吧 只怕没那么简单 这片黑暗中 酝酿着一股极为可怕的能量 好强的灵魂波动 不是 原神灵魂爆炸的能量 都在他的控制下 老师和彩离他们 上面怎么了 好可怕的灵魂威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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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的灵魂 我已经有答应在那里了 小家伙 我是 我是 没时间了 这里古灵魂灵魂的灵魂 我留给你 如若我遭遇不幸 他在你额头上的火焰 就会自动消失 日后若是遇见我的老友 风尊者 将我的戒指给他看 他会帮你 你放心 魂灵魂灵魂灵魂的灵魂 也没那么容易 日后 我们或许还有机会再相见 但你 在没有实力之前不要乱来 想要救活于你父亲 你更不能有丝毫意外 这下可没人救得了你了 你是为师最骄傲的学生 老师 老师 我对你 一直很满意 老师不能继续陪在你身旁了 日后 你却不要依靠自己了 你也不是那个需要老师 你一直跟在身边的小男孩了 拿下了 小颜 小颜 小子 你也来陪你老师吧 不好 小颜 快走 来吧 小颜 快走 找你吧 小子 好啊 时间不够了 把老师射出来 下剑哪 跟我走这是 没毒蛇 小子 那今日便算你好运 想要你师父就来魂殿 我无法等着你 今日便先到此为止吧 老师 你要是在被抓 那就没人能救他了 老师 想救他就努力便强大 他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 不要让他失望 而且 你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小家想要在加玛帝国振兴 还得依康你 是 云蓝走 老师 现在怎么办 想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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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的两位之亲 我直接会间接地回于玉岩族 这仇恨 根本就没有调和的可能 你 你还想怎样 我想怎样 云蓝宗 如我父亲在前 唯我小家在后 如今更是害我老师被魂殿抓走 你还为我想怎样 老师这些年所做之事 的确对你伤害很大 可云蓝宗也屡成了这般样子 难道 就不能收手了吗 只要云蓝宗还存在于加玛帝国 我就不会收手 血债 只有用血才能洗刷 如今云蓝宗被毁大坝 老师生死 长老弟子实不存疑 难道还不够偿还血债吗 不够 不够偿 不管如何 我都是云蓝宗的宗主 你若执意要毁灭这个宗蕾 那就先将我击败 云蕴 凭你现在的势力 这应该很容易 小妍 你伤势太重 要出手的话 让我们来吧 我仔细来 老师 让我来吧 小妍 对这三年发生的事 我也很遗憾 你不是云蓝宗弟子 你若要毁掉云蓝宗 你先去百合 快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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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上燕燃 太爷爷 云兰宗的防御已尽数拔除 只要一声令下 别急 看硝烟的意思吧 怕云兰宗的所有人 你真要赶尽杀绝方才满意吗 那我萧家的血丑 谁来还 如果真要毁掉云兰宗 那就从我的尸体上挂过去吧 你死了 求你让我萧家人复活 你死了 求你让我封锦和老师都回来 我并非是拿我的命求你饶过云兰宗 我知道 如今的我并没有这种资格 但身为云兰宗的宗主 若云兰宗真的被杀得鸡犬不留 那我也无言无回于世上 事后 只能自我一泄重为做事 你也不知晓 萧嫣 云兰宗守恶云山一除 他与魂殿的勾结 恐怕其他门人并不知晓 他与魂兰宗 一个月之内 解散云兰宗 否则 鸡犬不留 你不可 魂兰宗 你们对我萧家 还有老师做的一切 总有一天我都要找回来 萧炎少爷 萧鼎少爷和萧丽少爷过来了 你小子终于肯出来了 大哥 二哥 伤势痊愈了 这次伤得这么重 哪有那么容易啊 慢慢来 不着急 只要别留下后遗症 一切好说 你是萧家最重要的人 可不能出岔子 对了 云兰宗如何了 宗门人数解散大半 不过还要不少人 想必还要半个月才能彻底解散 这次算是便宜他们了 这次算是便宜他们了 熟恶已死 报仇和震慑的效果都达到了 让他们解散是最好的 否则真要血起了云兰宗 反而有害我们萧家的名声 大哥说的是 我在黑巧遇待久了 与正常人的想法有些脱节 三弟 我知道你做这个决定 内心也很矛盾 不过我觉得你没做错什么 而且是因为你 我们萧家才有今天的翻身 所以无论你做何决定 萧家人都会亲力拥戴的 大哥 我明白的 你若对那云云有情 便找机会带回来见见我和你二哥 他并未参与云兰宗对我们萧家的行动 我们不会介意的 我 我跟他 只是以前历练时 不过已经过去了 二哥所剩时间不多了 得抓紧时间看看 老师留下的师生单解除方法 小家伙 你身子骨倒是硬朗了 还以为你至少要休养一个月 才有说话的力 不过 你的气息 这次虽然受伤极重 可也让我隐隐摸到了 今生窦黄的屏障 运气好的话 或许不久就能尝试冲击一下 这场大战虽然让你受伤极重 不过也把你的潜能激发出来 算是意外收获吧 等你伤势痊愈后 好好闭关一次 看看能否顺利突破这窦黄 对了 你派人通知我过来 可是有事 我想问问海浪 可曾听说过魂殿 魂殿 出现在云兰宗的那人 就是这个势力的强者吧 我以前从未听过这个势力 不过 你养伤期间 我让雅妃做了些调查 目前只知魂殿势力庞大 形式神秘诡异 仿佛非常喜欢捕猎失去肉体的强大灵魂体 我父亲和老师都落入他们手中 而且魂殿似乎对我萧家很感兴趣 事后或许还会遣强者先来 果真如此 你们都必须尽快强大起来 建立岂能与之抗衡的势力才行 但这魂殿恐怕放眼整个斗骑大陆 都算是吉祥的势力 我们白手起家 想与之抗衡谈何容易啊 白手起家倒不至于 以萧嫣如今在加玛帝国的声望 只要振臂一呼 自有无数强者附庸而来 至于其他几他家族 不过趋利而行罢了 可这开宗立派的事 是并非我本性 且我 三弟 这些东西你不必亲礼亲为 即使我自会打理 你只管安心修炼便可 既然如此 待我伤势痊愈后 麻烦海老帮我联系下法马会长 以及吉大家族组长 行 云云已经遣散了云兰宗圣宇的弟子 日后 云兰宗这三子 不会在加玛帝国史书上 留下支言片语 虽说云兰宗这头蒙湖倒下了 可又来了一头实力更强的年轻雄狮 不知道 这对于加玛皇室来说 是祸还是福 这也是我们的计划 单凭皇室 并没有和云兰宗叫本的力量 可云山一日不除 他日一定会对皇室下手 那时可没人知道了他 云山的野心人尽皆知 他死不足心 但我接到消息 硝烟有意在帝国内组建势力 到时候怕又是一尊云兰宗 此时 你可有想法 单凭硝烟一人 就有跟斗宗一战之力 更何况 他身边还跟着那位美渡沙女王 如今硝烟已然得势 只要我们稍有敌意 恐怕会引火烧尸 云兰宗不久是个例子 但我们也不能坐视硝烟的势力 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经此一议 硝烟的心性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他行事 终归不似云山那般狠辣 他有对云兰宗 赶尽杀绝的实力和理由 但却没那么做 这一点 确实有别于云山 既然硝烟重情义 我们如今的实力 又无法动摇他 倒不如用怀柔之策 或许对皇室来说 反而会有弊意 你的意思是 不仅不阻碍硝烟组建势力 还要尽量帮他一把 除此之外 我想不到别的办法了 没了云兰宗 如今的加码帝国 在斗气大陆的实力和地位 都会迅速下降 扶持硝烟确实是皇室和帝国 最好的选择 就照你说的试试 希望这小子不会像云山那样 否则 即便是拼得两败俱伤 老夫也叫他逃不了好果子吃 太爷爷一定不会失望的 你这丫头 怎么对他这么有信心 莫非喜欢上那小子不成 哪有 你找个时间 带皇室去慰问一下萧衍 顺便将皇室的意思透露给他 加码帝国的确需要一个 强大的势力和强者 现在看来 只有这家伙最合适的 太爷爷放心 妖艺一定办妥 对了 你派人去打探一下 出云帝国的毒宗 这个神秘势力 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 只怕会在将来的宗派大会上脱颖而出 多知道一些情报 对我们没有坏处 虽然你早派出大量探子前去探查了 但只得到两个字 独女 独女 小家伙 世生丹过于霸道 要想一举解除 我义无良方 不过也别悲观 只要暂时延长服药者的生命力 令其在此期间突破之斗黄 那么世生丹的药性 便自然就能解除 老师这方法倒是不难 这下面是 增强生命力丹药的丹方 清明寿丹 六品丹药 能够提升近十年寿命 一生只能服用一枚 炼制材料 清明骨 寿亡江 万年青藤 老师 只要我活硬还在 老师就还活着 老师 我会尽快提升实力 让我将你和父亲解救出来 解决世生丹药性的办法有了 不过炼制清明寿丹的药材收集 怕是要花费一段时间 萧炎少爷 妖夜公主来见 哦 知道了 她来做什么 萧炎先生 想要见您一面可真不容易 妖夜接连几次拜访 总算在今天见着您了 不知 妖夜公主前来所为何事 萧炎先生帮我皇室 除去一位心腹大患 妖夜前来探望 难道 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那萧炎谢过了 妖夜公主请坐 妖夜公主 不是单单来探望吧 妖夜听说 萧炎先生准备在加码帝国 创建势力 没错 我萧家仇人不少 而且都不是泛泛之辈 要想保护族人 必然需要足够的力量 萧炎先生要组建势力 帝国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势力 来作为代表 既然我们目标一致 那加码皇室 很乐意重您一臂之力 如此 皇室需要我萧炎做什么 皇室别无所求 只希望云兰宗之事 不要再发生 妖夜公主大可奉心 萧炎不是云神 只要皇室不是萧家的敌人 我萧炎 自会记得皇室的相助之情 必要时 也定会出手相帮 萧炎先生的品行 我自然是相信的 至于势力组建的细节 等我有了眉目后 我们再约时间细说 既然如此 那我便静候佳音了 这些是太医业让我带来的药材 想必对萧炎先生 炼制疗伤丹药有帮助 还请收下 家劳有心了 烦请公主 替我问候家劳 萧炎先生的问候 我定然带到 我定然带到 这就不打扰萧炎先生清修了 这就不打扰萧炎先生清修了 告辞 公主慢走 皇室这手笔倒是大方 看来皇室并不抵触三帝组建势力 不是不抵触 只是忌惮三帝身边的这帮强者 否则 皇室这些年吃够了云蓝宗打压之苦 定会百般阻挠 新兴势力的崛起 不管如何 有了皇室支持 组建起势力来 也能少去许多麻烦 我建议组建势力 最好把帝国几大家族 和炼药师工会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联盟 这样省时省力 还能在帝国内 吸收天赋不错的新生血液 培训出属于联盟的强者 这些细节 大哥你看着办就行了 如果培训新生血液 需要功法 斗技这些东西 交给我便行 你这小子 现在就开始想做甩手掌柜 对了 你伤势如何了 再过几日时间 应该就痊愈了 嗯 等你伤势痊愈 我便回黑角域 萧门还需要我去掌管着 萧炎少爷 纳兰小姐求见 她来干嘛 请她进来 是 纳兰燕燃吗 说起来 我和大哥都还没好好见过 这位差点成为我们弟妹的人呢 那些恩怨 早几年前三弟就了断了 你便不要再激挂于心了 纳兰小姐 请坐 不用了 老是要离开迦马帝国 临走前想见你最后一面 离开迦马帝国 请跟我来吧 这样的结果 你满意了吗 希望你亲眼看见我萧家 被云兰宗杀得 差点鸡犬不留的景象时 还会这么说 我很后悔 当年 我若不任性地去萧家大闹 萧家与云兰曾就不会 世上没有后悔啊 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 不要再听 带我去见云运 跟我来吧 老师在那儿 你去吧 三日之后 我和老师就会离开迦马帝国 你们决定去哪儿 不知道 斗际大路这么大 老师想去哪儿 我便陪他走断呢 你来了 真要离开迦马帝国 云兰宗没了 我就没有任何留下来的理由了 我在这加马帝国 困了这么多年 能够出去走走 倒也不错 斗际大路强者无数 遍地险恶 你一女子闯荡历练 岂非自讨苦吃 这加马帝国 虽然没有外面世界精彩 可却能保你安全 怎么说 我也是斗皇巅峰的强者 又岂是 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子 我不恨你 既然不恨 为何还要执意离开 不如你留下来帮我 你忘记了 我的身份立场 本该捷径所能找你报仇 但你知道 即便我可以 我也不能 这是云蓝宗多年的收藏 你拿着 算是为老师犯下的罪孽 做一点补偿 真的非走不可吗 我很庆幸 当年在魔兽山脉 遇见 并认识你 可惜 我们最终要回归 各自的生活 Zither Harp 货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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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方弟子 难敢善罢消毒 看来我萧府的皇位确实不错 辛苦诸位了 不要慌是我 阿哥 你培养的属下真是不错 虽然血腥气过重了些 但战力非凡 有他们守护萧府 寻常强者怕是难以潜入 你小子要再不回来 我们可就要请海老上云南山找你了 有事耽搁了下 这是 清明受丹 此丹药可暂时帮你免除施生丹的侵扰 但也只是权宜之策 要想彻底摆脱是圣丹的副作用 就必须在十年之内突破到窦皇界别 定不负三弟所望 大哥 明日便邀请法马会长和几大家族组长来萧府了 侯 你声势痊愈了 太好了 那明日便看三弟你的了 没想到家老也会大驾光临 小子实在有失远营 这等大事怎能少了我皇室 老夫可也是向亲眼见识一番 萧衍小兄弟的手段哪 既然诸位都已经到齐 那我们便开始谈正事吧 如今云兰宗已彻底解散 虽说是除了一个大患 可也因此削弱了帝国的实力 导致加马帝国 在西北地域的地位严重下降 身为加马帝国之人 想必并不乐意看到这种局面吧 诸位也知道了我萧原的一些打算 帝国内拥有强大的势力 也会使得所在国地位提升 如今云兰宗解散 那么我萧原 要建立一个比之更为强大的势力 今日将诸位找来 便是希望你们也能够加入 这个联盟之中 共谋前程 萧原小兄弟的意思 想将我们几大家族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单一势力 那和云兰宗没有太大的区别啊 难道萧原小兄弟也想称霸帝国 这话还是我来说吧 三弟的意思是 想邀请大家加入 形成一个联盟 而这个联盟保护着所有的成员 说句不客气的话 诸位在帝国内确实有几分危机 可在西北地狱 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三弟的提议并非他一人得力 联盟成立后 你们三大家族 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联盟会将功法斗技 提供给各个家族 用来培养强者 为联盟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而身为联盟成员 能得到最为完善的训练和培养 今后所获得的成就 自然是不可预估 不错 若是如此 倒是我们占了一个大便宜 只是不知道 要加入联盟 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代价便是 凡加入联盟者 日后则不能以家族自去 必须将联盟视为家族 维护其一切利益 这 诸位放心 联盟并不是一家独尊 我等会成立长老院 这才是联盟的最高决策机关 作为创建人的诸位 都将在长老院中占有一席之地 日后便绝迹不会再有这般容易 我米特尔家族没有意见 这长老院的第一位长老 必由老夫来当吧 这海老头早与萧家穿了一条裤子 装什么装 就是 既然海老头同意了 那我穆家也没有意见了 我南兰家也同意加入联盟 只希望萧炎小兄弟 日后能善待我等 加入联盟便是盟友 之后谁敢动穆家和纳兰家丝毫 得先要看我萧炎是否答应 多谢萧炎先生观照 法马会长 不知您有何意见 萧炎小友 你也知道 炼药师工会与家族不同 工会对炼药师没有严苛的限制 他们大多是自由身 工会已无法代表他们的选择 不是老夫不愿意 实属不好做啊 若是联盟 能在十年之内 为工会培养出至少十名五品炼药师 以及 助法马会长成为六品炼药师呢 我萧炎接触炼药 不过七年时间 便已至六品之间 单凭这点 想必法马会长 便不会认为我是在信口慈黄吧 七年便已至六品 这种速度实在是太可怕了 或许他所言非虚 毕竟他的老师是那位前辈 好 若萧炎小友 真能让我炼药师工会 十年中拥有十名五品炼药师 那老夫承诺 尽全力将工会纳入联盟之中 炼药师不管在哪里 都是斗气大陆上最为重要与稀少的职业 嗯 炼药师工会能够加入 这联盟的潜力将会无可估量 小言小友 不知皇室能否加入这联盟之中 也让我皇族十年内实力大增 家老有这个念头 萧炎自然是欢迎之志 只要皇室加入联盟 萧炎必竭尽所能 此后联盟与皇室祸福相依 既然这联盟已成 不知可有取名 联盟之名唯有二字 我们可称之为延盟 好名字 来 我等敬萧盟主 敬萧盟主 长老院可决策盟主意志 放权过大 只怕日后会是个麻烦 这些人可都是些老狐狸 有大哥在 这不会是什么问题 你小子是在夸我 还是在骂我 萧盟主 这称呼个真虎人啊 一直都没机会 对诸位说声感谢 不必客气 我们本就是想来历练一下 此次也只帮忙拦截了长老 碰上真正的强者 倒是一点忙都没帮上 别妄自飞过 你们可还年轻 等到了云兰宗长老那般年纪 恐怕早就到了斗宗界别 这倒是大有可能 虽没能参加真正的大战 但我们也有了不小的收获 这几天 我们三人先后提升了 至少一星的实力 这么说服下斗灵丹后 你们三人还能再提升一星 斗灵丹 就当是我对你们此次相助的酬谢吧 那我们就笑纳了 多谢萧炎兄 谢谢 半月之内 三枚黄极丹便会送达三位手中 好 萧门主哪里话 您的信誉我们自然是信得过 之后我二哥回黑角域掌管萧门之时 还望三位多多关照 这是自然 我等定会鼎力相助 萧炎兄 我等离开黑角域也有几个月时间了 不好久留 这便与你告辞了 你多多保重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喂 小爷 你给我的药丸早就没了 什么时候给我炼池啊 早给你备好了 这小蝉虫 这还差不多 多谢了 以如今你的实力 大可以强行命他们加入 何必要如此麻烦 若是强逼他们加入阎盟 那也不过是一盘散沙 倒是别说对抗其他来犯的势力 光是内斗 就会耗尽联盟的气数 再过一两个月 我们的一年约定便是要到了 难道你不知道 一旦我服下复魂丹 你绝对是第一个 死在我手上的人 还是你以为凭你现在 能与我抗衡呢 我自是知道 但约定尚在 我自然不会回约 并且你一直在寻找药材 如此期待之情 难道我还不能理 那些药材 全被子言吃了 你若真着急炼制丹药 赶来送死 不必大费周章 直接与我说 我送你一掌便是 没有军之光 还剩下 不要以为本王心意有所改变 只是想让你多活一段时间而已 好 我 我好像快要进阶了 果然如此 刚好 我也有要突破了预筹 需要寻个安静的地方 闭关禁忌 既然你也要进阶了 那我们便一起吧 大哥二哥 我先去做些准备 嗯 你提升实力自然是最重要的 阎盟中的事情交给我就行 嗯 你要带紫言去何处闭关 魔兽山脉 紫言晋级需要庞大的能量 魔兽山脉倒是合适 不过 他跟着你去 我不放心 我要一起去 不用吧 这是去闭关晋级 又不是游玩 没什么 走吧 我第一次历练 便是在这里 一座小镇有什么好历练的 这青山小镇 可是来往魔兽山脉的唯一途径 此地 鱼龙混杂 这是谁啊 对啊 好漂亮啊 好美啊 怎么这么好看啊 怎么这么好看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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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吧 哎呦 哎呦 想跑 今日你血战拥兵团一个都逃不掉 我等已让出了青山镇大部分地盘 你们又何必要赶尽杀权 这卫们也太嚣张了吧 嚣张了又怎样了 老大说了血战拥兵团一个不留 不过灵儿小姐倒是例外 我们老大可是指定了今晚就要了 哎呦 灵儿不能停啊 驾驾驾驾 驾驾 嘿嘿嘿 灵儿小姐 乖乖跟我回去吧 等你把老大伺候好了 说不定我也会享受一些好处的 嘿嘿嘿嘿 灵儿快跑 新魔兽杀败 开哥大叔 畜生 你叫破喉咙也没用的 整个青山镇还没人敢管我们 嗯 这 怎么 你是什么东西 竟敢插手蛇巢英兵团办事 好小子真有种啊 居然敢招惹我们蛇巢英兵团 你难道不知道 我们团长是贺家的女婿吗 多谢小兄弟出手相救 不过您还是尽快离开吧 若是他们的强者赶过来 想走就难了 放心吧卡康大叔 我要保你们 这整个加玛帝国 便无人敢动手 大言不惭 上 别老子砍了他 再敢上前者 死 你究竟干了什么 让他走 再敢仗势欺人 他就是你的下场 还没想起我是谁吗 你是萧颜大哥 你是萧颜大哥 卡康大叔 凌儿 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 你们还在这青山小镇 萧颜 我真是你啊 这才几年没见 你便如此厉害了 你的名字倒是与最近传的 沸沸扬扬的阎盟盟主相同 不过听说那阎盟盟主 可是有着能够与斗宗强者 相战的实力 你们应该只是通明吧 或许吧 萧颜兄弟 多年不见 本不该如此 但我们血战拥兵团 如今遭遇大难 能否恳请您能出手相救 事后卡康愿为您做鲁做马 快起来吧 你们二人不必如此 你所说的大敌是 便是方才那蛇巢拥兵团 他们团长是一名六星斗铃强者 在这青山镇中无人能敌 六星斗铃 卡康大叔 我此心还有要事 需要尽快赶往魔兽山脉 或许不能在此耽搁太久 你将这些火联瓶收好 若遇见那蛇巢拥兵团团长 就用斗器催动瓶子投掷过去 危机自解 另外 这玉片有我一丝灵魂印记 若是以后真有生死攸关的大事 可将之捏碎 我会现身遗住 卡康大叔 灵儿 今日上有要事 便先告辞了 日后若是有机会 应该还能再见 人 人呢 绣炎兄弟的实力 已非我等可以揣测 这次我们有救了 走 去救人 嗯 药香浓郁 果真是个宝地啊 这里与世隔绝 人际罕至 并且能量精准 对你的突破 会有其大的帮助 你想要死之后 哎呀 生了 你 变态 敘得 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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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是四金魔兽风暴兽 他们不能飞天 如何能进入这山谷之中 滚开 这些四金魔兽 竟能在我的威压之下坚持一瞬 有些古怪 这里以前倒没有什么魔兽会他族 没想到几年没来 竟变成一处兄弟了 走吧 嗯 那我们暂且住在这里吧 捡漏了点 你能习惯吗 由你相伴 谁拿我的习惯 时光飞逝 这里毅然入处 小一千 你究竟去了哪儿 没有什么 我别再说 你能确认